在每一個不同的IP 當時我們做半原創的動畫時 和原創的動畫是不一樣的 做半原創的動畫時 可能是老夫子 吳子雪 風雲等等的版權 其實我們只可以做一個影視上的拍攝 影視上的播放 但當我們做自己的原創作品時 不一樣的地方就是我們可以把商品化 IP化化得很無窮無盡 超智能足球是一個比較以玩具動畫的動畫片 正義紅獅是一半一半 玩具和形象都可以用到的動畫片 但在說甜心格格 他的發展潛力和空間 比我另外兩個男生的項目更大 譬如我們現在甜心格格在2019年 我們會有真人版的電視劇 網劇 會有真人版的電影 很榮幸香港著名導演 文俊導演 也參與其中 他和我們拿了版權 去拍這個甜心格格的真人版電影 還找了著名的影視紅星 鍾麗堤 他的女女 做我們甜詩詩的主角 這是一個令到我們公司很振奮的一件事 影視上會有動畫化 現在變成真人化 我們如何將我們的動畫IP 擴闊 我們會做很多不同的授權 食品的授權 我們亦和澳門的十月初五餅家做授權 我們全線的甜心格格的零食系列 亦加入了全國白街的超級市場 再加上我們明年會開茶館 甜心格格的茶館 其實我們將一個IP 從不同的層面 不同的年齡層 不同的商業合作 去做一個發展 這是國內近幾年比較流行的一句話 是泛娛樂的發展 在一個IP上 可能會有動畫 會有真人劇 會有產業化的發展 會有漫畫 新媒體的播放 落地活動 在一個IP去擴展成為一個 一個很多層面的IP發展 我們需要下班的新聞 我們去看 editorial jump of這個是 dat